今天我们将来煮一些地方的食物 叫做Banku 这就是 哇 他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把他从欧洲收到的一些衣服呀 什么东西 然后捐到这个村子里去 嗨,你很糟糕了 让我们去警网站 对,让我们去警网站 看这里自尔葱的频道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我第115个欧家 加纳 现在在西非行程 这个最后的阶段 这个加纳也是 我进入这个西非以来的最后一个就是 签证方面的大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加纳签证还有这个 尼尔利亚签证可能是西非行程最难的 尼尔利亚那个情况是比较不方便 所以最终没有能决定的是 到这个尼尔利亚 但是加纳呢 最终找到了一个办法 首先来看一看我在当地的关系 吃旁边的一些景点 之后我在这个 说这个加纳的那些 好吧 现在在这里是我第115个欧家 加纳 这是我沙发友的心情 今天来到一家这个当地的这个餐厅 尝一看当地特特的 这个当地的美食叫做夫妇 然后来看一看 这个是鸡肉的这个 这一块是十八再厘 将近这个十块人比 这一块像面团一样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那个木薯和芭蕉混在一起的 吃的时候呢 有椒用手 当地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吃饭 感觉摸起来特别像年糕 它在墓里边拿回来这个 一块这个小块厨房 然后呢 蘸一下就这儿 然后直接想吃 是吗 是吗 他们说这个东西不要嚼 直接咽下去 我先来说一下刚才那口味道 这个东西应该像年糕 其实整个感觉啊 味道就是这个汤汁的这个味道 我这个是点了一块鸡肉的 他们刚才跟我说的这个方法 就是直接咽下去不要瞧 我来试一试他们的方法 所以我 直接骑下去 直接变成一个 可能有点叉了 it's stuck here it's stuck here with my teeth because I just swallow inside 的是 a big piece how can you just swallow inside why are you looking at it because my mom used to make it 在家裡,我會一直吃,我會想要吃 我家吃完了 現在是在加拿著鎖住阿克拉,跟我的沙巴主播,阿菲在一塊 今天我們會煮一些地方的食物,叫Banku 我們會在家裡準備好,我們會從地方的食物獲得出 現在我們在市場買東西,先買麵粉 市場裡邊是賣兩種粉,一種是玉米做的粉 還有一種是木薯做的粉 這個是另外一種當地的特產,叫YAM 我們買了一份棕榈樹油,這也算是當地的特產 這個一種是做的,這也從芥蕃 這個一種是做的,這也從葱 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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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比较柔和辣椒 辣椒 在中国的鸡肉是很小的 像猪猪 像鸡肉一样 在里面旋转 然后你把柔椒放在里面 你跟鸡肉做什么 我会煮一下 你把柔椒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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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把柔椒放在里面 然后你把柔椒放在里面 然后她要做什么 然后她要把柔椒放在里面 然后她要把柔椒放在里面 那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想要吃柔椒 那是什么需要时间 因为每个柔椒都要做 每个柔椒都要做 这些柔椒都要做 那是什么 那是柔椒 这些柔椒 就像是柔椒 这些柔椒 是柔椒 你只留下它,它会变得很冷,会变得很厉害,你可以吃7天后的食物之后,仍然很美味 我学了一种不同的方法,用长时间的食物 这是我们的食物 现在就等饭做好了 还有他们自己弄的酱,这是炸鱼,还有就是我做的这个比较刚刚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饭骨,这里用辣椒和酱 你买汪汤,他们会吃糖 没有,不同的方法 这个酱很美味 你学习得很快,使用这个食物 很不错 我们正在吃这个食物 我们正在吃这个食物 我的沙发主Alfred,他亲自给我做了一件加拿当地传统的衣服 我来尝一尝 哇,挺甜的 有点像青椒酒 1L 25L 新鲜的一个棕榕酥酒 它味道像青椒酒 但是有少许的酒 这个是椒 这个是椒 椒 你首先要切椒椒 这一会儿 一会儿在我这个沙发主的带领一下 我们来到一个乡下 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把它从欧洲收到的一些衣服呀什么东西 捐到这个村子里去 我今天非常幸运的,正好赶上了一次 是在这一切 人们需要帮助 我也想成为一个人物的食物 对别人的一切 只是水量 也看成了他们的笑容 他们的 natural笑容 您能不能给自己一筷子的椒 但是那一个人大人愉快 这就能说是真的笑容 因为的人 你需要给他们一千的以资俄 struck那一切笑容 过来自我 但是这些人 他们不需要你的1,000,他们不需要你的2,000 只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关注他们,是为他们的足够 你来看吗? 你来看吗? 太多人了 大家住了一盘 然后呢 还跟人等着领用衣服 我们来口罩 咱们来口罩 咱们来口罩 放这边 放这边 我面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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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吗 好想来 服装 这个村子冰淇淋我经常吃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你会吃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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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警察站里 我们去警察站里 你会吃这个吗? 哪里是警察站里 警察站里 必须得用戏人之道 关着戏人之山 那边那个是圣木桥之坟 就是这个阿尔米纳 他的这边那个最古老那个城邦 据说哈,阿拉以南最古老的欧洲建筑 现在在这个街边哈 这是我反正在加拿最喜欢吃的这个了 两个平台一起 我先来尝一口,我最喜欢吃的这个Gilla Bread 但是世界范围内来说 我最喜欢吃的米饭,除了中国之内的哈 Feriani,印度的 然后另外就是我特别爱的这个中亚的抓饭 然后呢,就是这个Gilla Bread 它们三个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在我心中的地位哈 哇 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了什么酱料 然后配在这米饭里 这个Gilla Bread 就是那种已经配了料的这种米饭 色味香 它们有两种酱,一种是红的,一种是这个 深色的 深色的是相对来说比较辣的 再来尝这个挖蟹 挖蟹就是这个 算是加拿大的国菜之一了 就是米饭 豆腐的 还有一些配料 我之前专门吃过这个挖蟹 但是那一回我没有录啊 不是说我每次吃饭都会录啊 然后他还给配了点这个 Espaghetti 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海岸角 海岸角呢,这边是一个城堡 这是这个呃,曾经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奴隶贸易的这样一个点 那下边是不是一个那个地牢 就是关那个农历的地牢 进来参观的这个门票大概是30块人比 非常值得啊 他会有一个导游,免费的导游 然后带你参观里边 他讲了很多的在地牢里发生的很多事情 包括在地上团经多少的血 多少的这个很这个黑暗的历史 关于这个加拿大签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bug就是 如果你在第三国办理的话 必须得有第三国当地的居留 嗯,好比你现在你在这个阿比让,在科特迪瓦 你要去加拿,你去那个阿比让的加拿大使馆办这个加拿签证 他的一个要求,首先一个要求是 你必须得有这个科特迪瓦的当地的居留 当然你也可以尝试跟这个签证官解释 你说你很长时间没有回过援助国,没有回过中国 他有可能会给你这个破例 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我是两次尝试在这个第三国办理加拿大签证 第一次是在马里 当时去了好多次加拿大使馆 他们都说要去留 然后另外一次是在福吉奈法头的这个加拿大使馆 也是这个跟他解释了好多 我这个在已经四年不在中国了 然后呢我不可能回中国去申请加拿大签证 然后再飞回来 他们这种也是不行 我其实关注了国际上的一些英文那些 和西非形成的一些小组 然后呢他们有些人放消息说 加拿大其实可以落地签 然后在很多口岸 比如说科特迪瓦到加拿大的这个口岸 可以拿落地签150美金 然后呢再从那个多哥到加拿的这边也可以拿 再从福吉奈法头到加拿这边也可以拿 这三个口岸 但是呢那天我从多哥入境加拿大的时候 我那天到了这个移民局的时候 他们说并没有落地签 这其实不是一个落地签 它是一个解决签证 他还跟我聊了半天 聊我干什么的 聊我要去加拿干嘛干嘛 最后他还就是好像一直说 你不符合办解决签证的条件 然后我就意识到他是不是想要钱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说因为你不符合这个条件 你要额外加50美金 就是200美金办这个签证 我说我也有科特迪瓦的那个签证 我马上就是离开加拿大之后就会去科特迪瓦 所以呢要不我也办个那个过境签证吧 过境签证是50美金 他刚刚是好像一直着急 觉得好像50美金这样的话 他们都可以揣的签还少 所以呢最后呢他们就同意 150美金过关这个签证 所以其实很多人也反应这个情况 他们想多出钱 但是你稍微跟他多号一号 其实基本上都没事了 法案办这个所谓的落地签的这个条件是 首先你要有一个加纳当地的一个 加纳的一个朋友 我这个呢是找了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要那个加纳当地居民的他身份证 身份证的那张照片 那个房屋的朋友把我把他身份证给我发来之后呢 移民局这边让我通过WhatsApp 再发给移民局 然后他们还把这个身份证给打印下来 他还留了那个人的电话 还给那个人打电话 所以看来其实是比较严格的 之后呢让我填一个表格 填完表格之后交钱 150美金 他那个现场还有录指纹 还有电脑 还有拍照 最后呢他把护照还给我的时候 上面没有签证 其实是一个章 章上写了一个签证的号码 他给了我一个收据 收据上也写了我签证的号码 如果你觉得150美金的这个签证没太贵 你也可以继续尝试 就是在第三国的这个加拿大使馆 给他们解释啊 你没有单地居留 然后呢 这个能不能给你脱离办这个加拿大签证 普通的这个加拿大签证可能就50美金 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关于加拿大签证的建议啊 或者说一些经验 也欢迎在这个视频下方分享 所以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的内容 非常感谢你们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早上或者美好的晚上 这里是我第115国家加拿 这也是我这个西非行程的末尾 然后如果你还有关于这个西非行程的一些问题 关于留言 我们在另外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